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那天有一个朋友问我 说他是看别人做的 就是那照片怎么弄到3D里面去 然后动来动去产生那种 可以旋转角度的那种 3D的变化 像这个照片不是平面的吗 他怎么弄到3D空间里面去 现在我找了4张图来做这个演示 这个是一个瓦片 房顶的瓦片 这是一个砖墙 这个是一扇门和一个窗子 就用这几个东西 我们来造一个小房子 稍微宽一点 对差不多了 你不需要知道这个怎么做的 我只是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这种东西是拿来干嘛的 好像有瓦的房顶都是这种 不知道 我没住过这种 这两个线不需要了 把这个房顶拿出来 原来在这个房顶的这个就不需要了 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还要 伸出来一些 然后这个玩意儿整个是不是要 应该是这样的吧 这种房子 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修的 那个硬的厚度 硬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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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的模型的话呢 你就更麻烦了 我们就用刚才的那个挖片 挖片 然后整到房顶上去 这个你看这挖片好像大了一点啊 缩小一半 百分之五十五十 好行 我们再来这个bump 用瓦片来给他做一个凹凸啊 应该看不出来 这个房顶还是看不出来 待会儿砖墙应该能看 好了 这个房子本身呢 我们还不是刚才有个砖墙吗 给他换成这个cubic 就是方块投射 投射 因为这个贴图 它是通过某种 方式给 图射上去的 你看看没有 这个方块就代表它的图射方式 这个砖显 显然就太大了 搞小一些 3030差不多了 还有窗子和门 看看啊 窗子 哦 先搞门吧 把这个门放上去的 那我们不是要整个去搞这个 一部分 用它的fit region 在这画一下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不要太 这就只有一个了 但你注意这有个白边啊 有白边 那是因为 白边没有去掉的话呢 是因为alpha通道没有 没有开的 基本它本身来做alpha通道 可以了 就没有了 你把这个门的位置 可能可以在 在什么东西啊 开中间吧 门好像挺小的 没关系 目的不在这个 还有窗子 窗子也一样 好 这回我就技术先把alpha通道给它 然后呢 这个还是给它放在上面来 然后我们还是fit region 然后窗子不要这个tile 小了点没关系 差不多啊 对这个墙 我们给它启动一下 这个bump 就是它的auto 点错了 这本身是有一定的凹凸的 看多少合适 好了 这个看起来非常粗糙的 小屋子呢 就做成了啊 虽然它很粗糙 但是呢 大家注意看那些游戏里面 跟主线任务 无关的那些 呃 这个房子呀 什么那些东西 它实际上做的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粗糙 放在一个地面上 再给它放一个 天空 放在天空 时间给它弄到下午吧 这样应该差不多 然后我们来渲染一下 看看看看这颗小房子 看着中等可以了 搞再复杂 好像很慢 暂停一下吧 暂停一下 好了 渲染完了 呃 花了42秒 时间也不是很长 就做了一个这种简单的小房子 如果你坐在游戏里面 主线任务肯定有那些比人要复杂 但是旁边的那种 有这个就差不多了 实际上它都是做的 都是贴图的 不会真正的去做这些窗子呀 门啊什么东西的 你也不能走进来看啊 主线任务的东西你才可以动 好 大概就是这样 那天那位大哥不知道 我这样说你看明白没有啊 这样造呢 是最简单的 你就不会造 你就用我刚才的那个方法 都可以找几分钟就可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大概就这样 如果大家想加那个群 或者是怎么着的话呢 来278361891 我都在的278361891 就是那个QQ的那个 跟以前一样 好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再见